因为料多又便宜 所以好吃 他们自己制作的 很卫生而且甜度刚好 很适中 粉圆满多的很Q很好吃 大战店家的冰品 配料丰富实在 无论是招牌的小梁冰 或是一金钻凤梨 搭配手工粉圆熬煮制成的 凤梨粉圆冰 都相当受到民众青睐 八年级的罗文一 选定故乡潮州创业 结合自家农产手工制作 并加入巧思 希望开创冰品新风潮 就是为了想要 原自己创业的梦想 平常也是我们都会 自己手工自己制作乐冰 我们就是给 我们的邻居试试看看 邻居都是觉得蛮好吃的 觉得这个CP值很高 它的材料也都是 手工制作的非常天然 所以我们就是决定卖的乐冰 店家的招牌鞋量冰 有别于一般传统的 潮州原款鞋量冰 业者除了采用自家种植的蔬果 跟手工熬煮精准凤梨酱 以及特制汤圆来搭配 与一般市场上的 血量冰做出聚隔 那我们的乐冰 有一点创新就是改变 是没有 就是有增加了一些 像凤梨 我们的凤梨就是 我们自己手工去制作的 那我们就是用金状凤梨 然后在帝国的金状凤梨去 手工熬煮 增加了一点酸酸甜甜的味道 我们的乐冰就是有七种料 就是有红豆、绿豆串、大汤圆、小汤圆 然后还有芋头、花生、凤梨酱 他们的食材都是天然的 红豆也自己种啊 蝶豆花都自己种 所以我吃起来 还有它的芋头 也是很松又很好吃 另外店家更以季节蔬果 来特制手工大汤圆 包含有火龙果汤圆 蝶豆花汤圆等 不仅带有食材本身的天然香气 丰富的色泽也让饕客食指大动 这里的冷热冰呢 它有颜色上的变化 这里的冰品非常的好吃 而且老板很用心 他的东西都用自己栽种的为主要 他们自己制作的蝶豆花大汤圆 还有红楼果大汤圆真的很赞 像是我们还有蝶豆花汤圆 还有火龙果汤圆 那我们的火龙果汤圆 就是用火龙果果肉去蓝色的 那也可以吃到一点甜甜的 火龙果新香味 那还有那个蝶豆花汤圆 是我们自家栽种的蝶豆花 温热的配料搭配冰凉的创冰 及特制糖水 吃起来富有双重口感 层次多元 而其中自家种植的天然蔬果 制成的丰富配料 兴起美味 每个季节还能吃到 不同的清洗汤圆 让喜爱吃病的民众又多了个全新选择 评论是不听魏德会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